人间的很多的善恶是没有绝对的 善恶具有两重性 帮助别人最后被别人冤枉 介绍婚姻最后没有几个 能够和介绍人和睦相处以感恩心作为结局的 一个医生想救人最后没有把人家救活 想一想是善是恶 因缘果报 你认为善恶是因为你站在你的角度来看的 那是一种不真实的人生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 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人在人间总是喜欢选择容易走的路 大家想一想 容易走的路 很多都是下坡路 我们选择学佛之路 虽然艰难 但是会让你一生无悔啊 懂佛法吃点苦 那是暂时的 不学佛吃苦 那是一辈子的 珍惜才会拥有 学会在一生当中 用一半的时间去帮助别人 用另一半的时间去说服自己 前者是慈悲 后者叫修养 阿尔